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地方音色跟原唱不同 大概是为了证明开麦了 毕竟不是经常开演唱会的 不特别表现下会让听众觉得在假唱 马文远还是很稳的 那种情况下都没有被周也带跑掉 整场看下来很开心 快乐就完事了 从头到尾那么热 主演们穿着那么厚的衣服 很认真的在营业互动 让山人们一次次感动 也许这才叫真实 你是想看到演员全程对口型吗 如果真实全程对口型 有人肯定又会说 演唱会没有诚信 诚信 全员对口型 太假了 这种人最难伺候 其实 不管演唱会 唱了几首歌 观众愿意花钱买单 买的就是开心 就是去看演员的 没什么问题吧 就算只唱了四首歌 现场一样很嗨 爱听歌的听歌 爱磕CP得磕CP 这不挺好吗 虽然很多网友 不喜欢这种风格 因为感觉 总觉得跑偏了 但不得不说 这场演唱会 有谁是冲着才艺 和演唱去的 都是冲着课堂去的 全场就算 只有两男主 这个演唱会 依然会火爆其他环节 其他人 不过是为了给其天才 连我那个原本说线上 演唱会两天 看个一天就好的朋友 今天都只和我说 客死我了 客死我了 明天要继续买 可见 主办方在这方 做得很成功 深谙如何营销之道 想当初 陈情岭 都不敢这么弄 都是实打实的演唱会 歌舞轮番上 游戏只是串场 虽然出场的演员们发挥 虽然有一点点不完美 不过这不就是现场 真唱的魅力所在吗 主演们 每天都在拍戏 有多少时间 去练歌呢 别忘了 他们不是专业歌手 专业歌手演唱会 也会预留时间 好好准备吧 他们要拍戏 试问有多少时间 去练习呢 要现场效果 好有很多种办法 懂得都懂 他们敢全开麦真唱 光这一点就值得我们 为他们鼓掌 所以说 这才是一部剧的 演唱会的样子 不是所有演员 都是专业歌手 但是他们 都是全开麦 足以见真诚 商合令 带给我们的 并不是完美 而是真诚 这部剧的每一分钟 都能看出来自 各位的真诚和用心 就像工具 虽然唱歌不好 但他有在努力学 有努力唱好 把最好的状态 呈现给大家 我们承认缺陷 但在明白缺点的基础上 还能尽自己最大努力 做到最好才弥足珍贵 阿湘唱功是一般 后面是因为 对角色的共情 哭了才唱不下去的 并不是笑唱 演唱会做到这样 已经很棒了 试问难道大家 想听假唱吗 这样的真诚 岂不更好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